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!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! 赵丽颖全平台宠儿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三大平台整整齐齐来安利! 赵丽颖全平台宠儿三大视频平台整齐来安利,你猜它下一部剧会在哪播出? 同时,优酷、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三大平台也纷纷推荐了赵丽颖的代表作品!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国民女神万众瞩目? 一起来看看吧! 赵丽颖的美丽五官成为热议焦点赵丽颖 工作室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照片,并发文称 你说,心动女嘉宾赵丽颖,请回电话 这一消息立刻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 粉丝们纷纷在评论区称赞赵丽颖的美丽五官 她的魅力令人心动! 优酷、爱奇艺、腾讯视频三大平台争相安利赵丽颖 不仅是赵丽颖的工作室 三大视频平台也纷纷通过微博来安利赵丽颖的代表作品 比如幸福到万家、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等 同时,每个平台都用独特的方式来介绍赵丽颖 所饰演的角色的特点和形象 这一系列推文迅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和期待 腾讯视频正式发布关于赵丽颖在《雨凤行》中的角色腾讯视频 在其中一个推文中提到了即将播出的《雨凤行》中的角色沈黎 他们形容沈黎是一个霸气有能力、光明磊落、大咧咧而又守护国家和百姓的必仓王 这个角色的形象描述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和互动 三大平台整整齐齐安利国民女王赵丽颖腾讯有审理 爱奇艺有许半夏,优酷有何幸福 三大平台在安利赵丽颖的同时也开启了一波调侃的互动 网友们戏称这是三大平台整整齐齐一起安利国民女王赵丽颖 这样的互动更加增添了期待与笑声 赵丽颖工作室的问答呼应全文内容最后 赵丽颖工作室发表文章 询问粉丝们猜猜她的下一部剧会在哪个平台播出 这一问答环节呼应了全文内容 体现了工作室与粉丝的亲密互动 工作室鼓励粉丝们点赞表达对赵丽颖的喜爱 也期待粉丝们的支持和关注 感谢观看